這個很香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煎三文魚扒 其實 煎三文魚扒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我今天最特別的是 做一個蔥花的芡 透明白芡 很好吃的 煎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今晚吃 我都做給大家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文魚扒買回來 都是解凍 都是這個很簡單的 好 解凍再和大家說 浸了 遺留了因為剛剛煮的湯 其實做錯了一個程序 因為已經浸到軟了 其實應該剛才浸一浸 硬硬的時候就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什麼呢 就是批輪 因為這些三文魚扒 是有輪的 最好批的時間 就是浸軟了一兩分鐘 軟一點點 就批就行了 現在已經是 不是那麼容易批的 我久了 我浸久了 不過不要緊 都照批 給點心機 輪都批完了 批完 我們用手去檢查一下 看看會不會還有 遺留的輪的痕跡 在這裏 又是一塊 如果沒有的 就可以了 基本上都乾淨 九九十十 不要七七八八 好 那怎樣呢 溶完雪了 溶完雪 就沖乾淨去瀝水 如果我剛才說 溶了兩三分鐘 還未溶雪 就再等它再溶 那現在溶了 就不用了 沖乾淨去瀝水 瀝乾它就煎得了 現在瀝水 讓它待會乾身一點 就煎得了 做給大家看 煎三文魚 我現在要準備一些蔥花 要做什麼呢 做一個蔥花的汁 切碎它 洗乾淨了 因為頭我用來做了 糖醋骨的面 所以放少許下去 這些蔥 放少許薑 那怎樣呢 又薑 泡泡泡泡泡 在這裏做得更好 好 不用太多了 夠了 好了 下了 轉頭 下粉給大家看 準備好了 因為這個是稍後 煎三文魚放進去 加些糖 更半這些糖 那你甜點就甜點 半殼這些三粉 這樣呢 因為這個醬汁呢 我希望它會清一點 加少許醬油 對了 少許夠了 因為要點魚的 接著 拿好少許水 好了 這個是稍後打個芡 在醬汁裏面的 預備定 稍後煎完 做給大家看 三文魚了 好 好 烤紅的黃鮮 加些滾油 好了 這個三文魚 你剛才 瀝乾了水 其實它表面不乾 你用一張紙索一索 現在其實就這樣可以煎 不過 安全起見 你們 加少許這些生粉 沾一沾它 少許就可以了 沾一沾它 那為什麼有這個動作呢 讓它更加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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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不要煎爛 其實如果你用容易結鑊 都是爛爛的 放下去 不要太大火 第二火一些 這個火可以了 好了 慢慢煎 煎完再跟大家說 分兩分鐘 你就要翻了 這個小心點 煎完之後 煎好 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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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鱈魚 鱈魚 打開 鱈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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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準備了這碗的生粉糖和少許醬油的蔥和薑麵 好了,現在就放進去,做個芡汁 勻勻 做個芡汁,讓它稠稠 因為有生粉,它就變成糊 而且薑味和蔥味很香 少許醬油就不太黑,如果太多就黑了 先煮一煮,因為它會迫薑味和蔥味出來 大火就可以了 因為現在你把芡汁煮熱了 可以了,倒入魚中 小心點 這個很香 很香的這個,太多了 下一次的水,我再加多了 可以了 好了,現在可以拿出去了 這個三文魚煎好了 其實很簡單,煎三文魚的顏色 主要是蔥、薑、糖、豉油蜆 透明的一個芡汁,很好吃的 其實這個芡汁,煎黃花魚也很好吃 希望大家喜歡,希望再跟大家分享 兩邊在一起,請記得 中國燈和蔥草 柳汁芡ugi 可以了解,中國燈和水 他會有很多這種事